有沒有各種高齡的學生來讀完發展 家庭會是特別在後來的視聽教室 來辦這個行動主座餐 邀請後來最近參加過這個專告 跟關於比賽在中政三名的東俄 吃這個歐式的主座餐 家庭會中的瓜建林 又特別辦發這個立款 好辛苦的志德老師 感謝他們對學生的用心在背 拿著餐具 擁明國中百萬名的學生心情愉快 來到四天九色的糟糕 吃到很豐盛的後世煮早餐 會這麼好康有煮早餐湯家 其實小朋友也是很辛苦付出學生的 學業成績很優秀 這個是大家眾所皆知 那我們學生其實在五科 全科金手的我們都會給獎學金 那家庭會也另外給了進步獎 但是我們除了學業成績之外 其實我們一直鼓勵學生多元發展 然後移到他自己的能力 去有一個舞台去發揮 所以我們這次獎勵參會 主要針對是代表學校去參加各項比賽 拿到全縣前三名 或者是參加全國賽得名的學生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透過這樣的獎勵參會 讓同學們知道說我們是 除了他的學業成績之外 也鼓勵他在他的能力 努力去投入參加各種比賽 擁明國中由原本傳統成績名號 甚至專行伊德園立法委 多項的教育模式 好像在各項的競賽 在到優秀的成績 家庭會中列當然也要進台風 每個學校大部分都獎勵學科優質的學生 然後只重視國音術這些科目 但是我覺得身為家長會長 應該也要獎勵其他的藝術才能的比賽 譬如說我們陽明國中在科展 這個科展是打敗六都的全國第一名 在其他部分 如跆拳、溜冰、音樂比賽 我們也都是得到全國第一或第二名次 所以我覺得這些老師也很辛苦 教義書才能的這些老師 而且他們都利用下課時間或是假日時間 在訓練這些學生 所以我身為家長會長應該帶頭 來獎勵這些優質的這些老師 要獎勵這些優秀 肯認真學習 在發展除了學科以外 在發展藝術才能的這些學生 給予最高的鼓勵 學校出生的努力表現 簽約家庭會的領導和卿頂 家庭會中華建林表示 親親感受到學校辦學的用心 他表示 無論是要辦法多多獎金 或是餐廳、家庭會都會收聽到地 他認為這種錢 開國比較多也是真價達的 大眾的新聞 林君英中華 蔡鳳寶德